还记得上一次哈哈大笑是什么时候吗 这可不是喜剧表演 而是来自印度的爱笑瑜伽 小时候孩子每天可以大笑上百次 成年人可能一个月大笑不超过十次 但其实笑的好处可不少 創办人卡塔利亚医师说 爱笑瑜伽藉由呼吸的调节 然后自然发出哈的声音来释放压力 或者藉由模仿摇牛奶的动作 最后一口干吓时 畅快地打声笑出来 都有助于运动脸部及颈部肌肉 让身心灵放松 如果你笑 for 10-15 minutes 它准备了脏力量 让你感觉舒服 让你感觉到脏力量 让你不容易痊疯 不需瑜伽店 不需理由 更不需幽默笑话 现在就举起你的双手 跟着塔塔医师匕首画脚 一起来感染爱笑瑜伽的正面力量